这真是久违的热闹 好高兴喔 那是好高兴喔 可以来上厕 俐落切菜的长辈 过去是棕后塞 我这个快乐厨房 今天每个人都是大厨 你的包都是这样子 这样子比较快 没有 而且这样好漂亮喔 漂亮对不对 立起来的 但这里比的不是厨艺 而是回味幸福的滋味 从菜色的选择的时候 就已经会去考量到 希望是长辈们 他们年轻时候 就熟悉的味道或料理 透过做的时候 也可以去动脑跟动手 因为尽管年岁增长 对食物的记忆依旧丰富 又温暖 老了大家都比较没有在开火 自己的人比较懒得做 现在就是像看到他们这样子 很高兴 手艺不如过往不重要 每颗饺子都是用心包袱 餐桌上最香的调味 就是彼此的笑声 那这里有办啊 在家里没有办啊 这里有无聊啊 电视也不好看啊 有十分呢 哇 笑得这么高兴的人 有什么人 等了好久的实体上课 老师先关心大家的心情之术 没有联络啊 所以心情也不是说很快的 原本日子过得多彩多姿的快乐老人 社交活动全部喊停 心情大受影响 我的朋友都说我是过动老人 做一个动作 我的动作是小角对吧 我做了一样的就对了 对 让你们叮咚一下啦 但老师才说完动作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 就这么在课堂上唱所预言 像是兴奋的小学生 所以长辈的团体常会速度比较慢 因为它的焦点会很混杂 而且同时要克服的是 语言上面的差异 这一堂课叫做社区剧场 透过戏剧和肢体表达 提升长辈的自我价值 有很多的那种需要刺激反应 需要再增加记忆力 要把对的台词讲出来 然后需要被观众观看 然后重新的 他们可以从观众的回馈里面 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 长辈要的不多 只是陪伴而已 看见他们久违的笑容与活力 你会发现 岁数从来都不是学习的障碍 来日方长 当然要认真过活 backs下的障碍 相当中语 是对的 转发现在 好 你又听了 可能 好 因为